3月28号凌晨 欧洲启动下令时间 将时钟拨快一小时 以为收集了365个时钟的德国收藏家 因为缺乏人力帮忙 只好提前几天作业 自己手动一个个调整 将各式各样的时钟用手指一个个拨快一小时 慕尼黑时钟收藏家斯泰巴特的双手好忙碌 因为德国在3月28号周日凌晨启动下令时间 他必须提前几天作业才能将收藏的365个时钟 全部调整完毕 现年74岁的斯泰巴特从航空公司的厨师工作退休 第一个时钟是母亲从墨西哥带回来的纪念品 之后每次假期结束都会多一个时钟 一转眼36年过去 墙上也挂满了时钟 这些时钟有欧洲马车风格或阿尔卑斯山风情 还有巴巴利亚人喝啤酒干杯的场景 也有全套迪士尼人物 为了清楚听到咕咕中爆时 斯泰巴特将每个咕咕中的时间设定一分钟的间隔差距 斯泰巴特说时钟已经成了他的最爱 只要听着滴答声就能安稳入睡 随着时间流逝 斯泰巴特六平大的公寓已经塞满了时钟 因此他停止收藏 只在润年破例买进新时钟 而他现在最大的烦恼是 找不到人帮忙打扫 因为之前清洁人员被这么多的时钟吓到 纷纷打退堂鼓 以致时钟上的灰尘越来越多 只能站远一点观赏